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以机密的方式进行 所以这个新闻里面听到很多是协商这个字 今天星期三是美洲内阁开会的日子 所以今天的内阁当然要讨论过去几天 特别是从上个星期开始 城中最热的话题就是冬铁到底现在是取消呢 还是继续 这个是上个星期五的新州日报讲说 内阁一决终止冬铁 那么这个是三个星期的 这个星期的今天的封面是冬铁尚未取消 所以看到有很多的差别 这是今天新州日报的封面报道 他引述了敦马的谈话说 冬铁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换言之是还没有取消 他说马中政府还在商讨当中 政府至今都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那么至于有没有其他的选项 那么政府持的态度是开放的 就是任何可能性都存在 那林冠宁就有说呢 今天的内阁会议就讨论了 他们就决定要采纳首相敦嘛 昨天所发表的立场就是 这一件事情还在协商 那关注到合约的这个敏感的问题呢 所以他们就说呢 政府之间的这个讨论呢 是免于公众的视野 那马中两国呢 现在已经设下了谈判东铁的期限 不过他们呢 认为是不应该在媒体上讨论这件事情的 同时内阁也决定呢 其他所有的部长都不能够对这件事情发言 交给首相敦马负责对外的发言 那么这是一项封口令 那么封口令其实是很明显的 用意有两个 第一呢 就是避免不同部长之间 发表不同的这个言论 自相矛盾成为笑话 同时呢 也为政敌提供子弹来攻击回自己 减少发言的这个人数的话呢 也能够避免媒体做出不同的这个诠释 在上个星期呢 就看见到这个林冠英跟 经济事务部长阿斯敏针对东铁废纯的问题呢 出现不同的这个言论 那么第二呢 就是由顿马亲自主抓这个重要的议题 之前顿马说是交由林冠英来发表声明 那么目前最新的进展呢 就是顿马把这个东西给自己抓回来 由他亲自来处理发言 那么早前呢 林冠英跟阿斯敏的这个谈话 确实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矛盾跟混淆 两人的言论当中呢 出现很多的冲突 那么顿马他发现到这个情况之后呢 现在就把这个权往自己身上抓了 那早前的时候呢 其实顿马也有暗示说 东铁计划可能会被终止了 不过新报呢 今天的报道呢 就有说啊 是这个东铁计划的总成建商 也就是中国呢 交建公司呢 似乎仍在坚持呢 要寻找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的方案 那新报呢 就有引述这一个业内的消息说 中国交建呢 对取消东铁的新闻呢 是感到压抑的 毕竟呢 中国交建呢 已经根据西蒙政府的要求 做出了许多的让步 甚至呢 同意呢 就是要分担竣工后的一个营运的成本 中国交建同意把整个计划 就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成本 从原本的700个亿 降至400个亿令吉 那么该公司在重新谈判时 也同意允许40%到50%的本地人 参与这个东铁项目 那么之前的这个本地参与率呢 大概是只有30%左右 不过呢 消息也说 政府最大的谈判成果是 中国交建 他同意 分担竣工后的营运成本 和融资风险 其实原本呢 中国交建呢 只是扮演成建商的角色 也就是说建造东铁 然后呢 就移交给资产的所有者 也就是大马铁路公司 那考虑到在重新谈判中的 一个巨大的让步 所以该公司呢 显然的是慎重看待 计划终止的讨论 那么正因为如此 一些人开始就相信说 大马政府如今呢 正在权衡两方面的 这个德语是 同时开始使用 外交的手腕来处理 以及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中国交建呢 在信中强调说 他们依然秉持 友好和开放的态度 来看待 以及解决这个问题 昨天呢 敦马在一天之内 在两个不同的场合 针对东铁的个题 向媒体发表 两个感觉上 不同论调的 这个谈论 比如说他在 中午的时候 他出席 他推荐国家 反弹蓝土后 他就暗示说 东铁可能会被取消 因为如果继续的话呢 大马可能变成 赤贫的国家 因为要承担 庞大的债务 可能无法 让国家能够 承受起这个债务 取消之后呢 即使这个赔偿数额庞大 但是也比不上 东铁计划 在未来30年 所要承担的这个数额 但是他在 另外一个场合呢 在晚上的时候 他主持土坦党 最高理事会议之后呢 他却说 东铁没有取消 所以两个言论 如果摆在同一个平台上呢 媒体自然会有 不同的这个解读 那么好了 现在接下来的重点呢 就是放在 敦马的身上 是他表演的时候呢 那么其他部长 就zip上来 你们的嘴巴 静静 不要发言 让敦马一人说了算